HELLO,今天當作是一個特別的戶外 我不知道 FCC 會否保持戶外的節目 是我自己突然說想做的 原因是昨晚的意思是幾號 昨天是5號 12月5號在電影資料館有一個放映的活動 在尖沙咀文化中心 1990年的阿菲正傳 他們寫出來的就是五夜長版的放映 所以我也去了看 看完之後當然也有百錦交集 因為以前也很喜歡這部電影 也有某些我在網上認識的朋友 或者小小身邊的朋友 可能在他們的年紀未必看過 或者有些朋友會覺得為什麼你會這麼喜歡呢 事實上它現在都是我們的一部經典電影 我想藉著這個機會 說一些關於阿菲正傳的一些好的地方 當作是一個分享 另外我也對這部影片的一些 所謂版本上的問題 我有些疑惑 所以想透過這個 當作是一個號外的影片 去提出一下這個疑問 如果有些朋友有資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我覺得資料本應該都可能提供多一點 關於這個版本的一些資料去考據一下 首先我講一下這部電影 對我來說的印象是什麼呢 就是昨晚看的時候 雖然它和我第一次看的那個版本是不一樣的 也因為這樣可能我要有些前設說說 其實對於我來說 為什麼會深刻呢 因為這部電影是 它上映的時候 我是在正場那裡看的 我記得我身邊大部分朋友 都是看完之後 是鬧得很厲害的 我相信原因是因為他們之前是看這個 旺角卡門 旺角卡門那個 很精彩的一些 譬如美術啊 攝影啊 甚至乎動作的場面 那個故事啊 令到我身邊很多 同輩的朋友 就說很期待這部電影 當然我知道他們的期待就是因為 上次幾顆星就已經 打到七彩了 今次有這麼多顆星 一定更加厲害了 他們是抱著這個期待進去的 或者最起碼 有多些觀能刺激 那所以 為什麼他們會罵得這麼厲害呢 因為結果原來是一部文藝片來的 那 也可能對他們來說 落差太大了 那 所以我好深印象就是 第一個禮拜上 我其實第一個禮拜 我不是馬上去看的 我身邊有朋友馬上去看的 那我就不是的 我是第一個禮拜左右 不知道隨便有一天的日常去看的 應該 我事後想起我應該不是最早看的人 因為有人跟我說 有人跟我分享了他的憤怒的 那然後我去看當然我覺得 我覺得這部電影很特別 那 或者應該這樣說 在港產片裏面 很與別不同 那 然後呢 我記得到 就是第二個禮拜左右 應該是 那 那 我就 去看第二次 但是第二次的版本 就很不同了 其實我看第二次的版本 我的腦子是印象很深的 那 也都這樣說 我去戲院看正片的時候 那個正片的時間 公演的時間裡面 那個版本就是現在 資料館的五夜場版來的 那 它最大的分別 或者最顯著 雖然它裡面也有很多調動 一些 但是 最顯著的分別就是 它將 梁朝偉最後出場的 過一幕 的 錯指甲的 投索 那個部分 就放了在 出原 那個出品的公司 和 監製的名字之後 它就插了在 那個 那裡 然後出完梁朝偉 錯指甲之後 就到 劉德華 在九龍城寨裡面的 一些鏡頭 包括了在 一些 石的盒縫裡面 拿一把刀出來 又有一些 像是在 地下賭場 賭錢的 鏡頭 有些煙 有些 吃著的煙 分上燈光的 一些這樣的鏡頭 我記得 為什麼我會這麼深印象 因為我和其他朋友去看 我太錯惡了 我就 直接在戲院那裡說 之前沒有這個 也沒有這個 我的朋友 覺得我很煩 就馬上跟我說 你閉嘴 吵什麼 所以我很深印象 這個是我在 戲院看過的版本 然後 因為我太想看多一次 究竟 最初是有些什麼鏡頭 因為太錯惡了 我就進了戲院 大概第三個星期 我就進了戲院看 看多一次 就是看第三次 但是第三次 這個版本 就是所謂 我第二次看 多了鏡頭的版本 又沒有了 又換了另外一個 好像是說 國際版 還是一個 由老闆去監修的 一個 新的Cut 我不是太記得了 但是總之 我中間看那個版本 就沒有了 直到近年 TITARIAN 推出了 他的Box Set 裏面有 阿非正傳修錄 我才看到他們的 Special Feature 裏面有 所謂 他裏面應該叫做 參考電影的部分 就有這條 這個版本的修錄 那 我暫時 就是 我小小的 開端講到這裏 因為印象是這樣 然後 慢慢的 部戲 變成了香港一個 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因為 後來越來越多好評 還有 我想最主要是 因為王家衛 因為重慶森林 《倒落天使》 或者其他相關的電影 他在國際上 名氣越來越大 所以 那個 阿非正傳的 傳奇性 就特別濃厚 因為當時都是一個 譬如是 票房很不理想 也都是 有觀眾有兩極反應的 情況出現的 一部 港產片 那 我有些朋友 就 不是很 喜歡這部戲的 到現在都是 那 當然 每個人的品味 不一樣 電影都是很個人的 但是有時候 如果我 譬如去教書 或者我們 在電影文化中心 有些課程的時候 我都 有時都會用阿非正傳來做些 例子 譬如他的調度 他裡面一些 構圖的方法 那我 著兩在這裡說一下 我對這部戲的一些 一些 我認為值得欣賞的東西 應該 在今時今日 我們應該要好好地 記住這部電影 首先就是 因為 嚴格來說 我的記憶 因為他在九十年代初出現 嚴格來說 我的記憶 當年 香港電影 絕大部份 都是 很緊密的 笑料 電影 打鬥很厲害的電影 就算是談情說愛 也是一種陪診 所以簡單來說 都是一些節奏很快 很明朗 戲劇性很濃厚的電影 香港電影 是當時 絕大部份的電影 那 阿非正傳出現的時候 我印象當中 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第一 沒多久 我就發覺他 原來是說 愛情的 差不多 大部份 當然他 都有沉默的過程 有一個背後的原因 是 主角 張國榮的 育仔 他的目的 他想找回自己媽媽 親生媽媽 但是 實際上 很多人物不同的交會 有一些暗湧 也有一些 離離合合 這個 我想 當時 對我來說 相當之 不一樣的經驗 因為我沒有看過 香港電影 有這麼多顆星的情況下 而他竟然是說一個 很有心機 很專心地說一些人的 認識 交往 然後 因為 對未來的想法 的落差而分開 有人因為情傷而療傷 有人因為 暗戀朋友的女朋友 而煩惱 也有一些人 不能夠忘記 之前愛過的人 希望找到他 之類 我沒有看過 當時 我沒有看過 有一部港產片 用這麼多明星 耗資這麼多的製作費 這麼專心去說 一件 關於情感的事情 和他有很多很多的靜默 對白也是看得出 有一個很好的文本 因為 如果你說你對香港電影 或者流行文化 有些 認識 或者有心去追究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 譬如王家衛的對白 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 金國亮的影子 以前在 無線裡面 譬如金國亮的輪流轉 其他電影 其實他對於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一些在 譬如 上一代 和 五六十年代 的人 他的上一代 和新一代之間 可能都會有一些價值觀的落差 生活的艱難 自己的理想 怎樣要犧牲之類 其實當時 金國亮的電視劇 寫的對白是很精彩的 我想 大多數人 尤其是記得的是輪流轉 不應該說輪流轉 是輪流轉 那 所以 如果我們看回 阿菲正轉的時候 我也看到這個延續的 因為事實上 王家維也在裡面做過 事實上 王家維也在裡面做過 他也在電視裡 也有訓練過 對白很精彩的 我記得當時看 雖然說 很多人都會覺得 裡面無論說 有腳的小鳥的 一些比喻 或者裡面一些內心的獨白 很多人會覺得 用廣東話說 這些好像有些文藝 文藝康 但是 如果我今天再看回 其實 我都持續地覺得 其實 不算的了 亦都融合得挺好的 就是說 他日常的用語裡面 他都是回到日常的 不過很多時候 他內心的獨白 就可能會 多一點點 比喻 描述 我覺得這件事 都是合當的 對白很好 那 亦都有一件事 很重要的 就是 因為他說的 六十年代 那六十年代 的時候 我們香港 亦都很多 景物都沒有了 我意思是 在九零年 這部電影 推出的時候 或者拍攝的時候 那六十年代 的景物都已經 很多改變了 消失了 那看得出 那個製作的團隊 譬如在攝影上面 譬如 道和風在攝影上面 或者 這個 張淑萍在美術上面 用了很多 方法 去用有限的景觀 令到 六十年代的 氛圍 能夠 呈現出來 那 他不可以 譬如 我們在畫面上 不可以見到 太多景 見到太多景 可能會穿崩 他就 約束了那個視野 那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會看到 大頭 見到一些後景 的人物 站在那裡 景深很淺 很多時候前景 鎖了後面就會 完全 掉落 那 我相信這些 這樣的處理 都是因為 它要限制了 你看到些什麼 來避開那些 可能 不能夠 不能夠讓觀眾看到的 一些現代的建築 因為 很多舊的東西都沒有了 甚至乎 他很聰明 譬如有一場戲 他很聰明 在皇后飯店 我自己也有去過 他拍戲 那間 皇后飯店 吃東西 那時候在銅鑼灣 我也很記得 那個開門 那個位 那個Q字的門靶 他很聰明 只看到那個 門靶有人推開門 進去之後 劉嘉玲就拿著一個火柴盒 去遮住自己的眼睛 我們看到那個 很舊的火柴盒 種種 這些布置 令到我們 覺得 它有一個六十年代的氛圍 我們看到那些東西是舊的 但是實際上 它又不能讓我們 很大範圍的景 我們看 它又不會像 我們現在的梅艷芳 那樣可以搭 CG的景 它不是的 它其實是縮窄了你看到的東西 唯有利用一種氣氛 令到你覺得 這個是一個六十年代的時間 時間點來的 包括音樂 服飾 所有事情 那 那 那 然後就到裡面一些 主題的東西 譬如它裡面有很多 關於時間 時鐘 人和人的交會 那個時間 都是很有趣的 他們經常提的 都是一些半夜的時間 半夜三點多 遇到人 問時間的時候 通常都是三點多 一個過了深夜 又未到早上的過渡時間 裡面 裡面也有經常下雨 好像裡面有幾場戲 無論是張國榮大 劉家玲回家 都是下大雨 那 張萬玉要去找回 玉仔的時候 蘇麗珍要去找回 玉仔的時候 去回以前舊居 在那裡看到劉家玲的那一晚 或者他第一次看到劉德華的那一晚 又是下大雨 兩個人走路 又是微微雨 所以 下雨 時鐘 這些用法 很明顯有一個 所謂的視覺 的舞台 在裡面 或者有很多象徵的東西 我覺得以前的港產片 是不會搞這隻的 所以我覺得這部戲很特別 另外那些朋友 為什麼會說不好看呢 我相信是因為他的不完整 我也不知道 因為事實上他是不完整的 因為 你見到他 尤其是最尾那一段 去了菲律賓的戲 好像有些趕 有些闖絕 好像不夠鏡頭 當然我純粹在成品上去看的時候 我自己到今天看都覺得 那裡好像 不是很足夠去說了發生的事 但無論怎樣 我覺得奇妙的就是在這裡 或者最值得說 在這一段 這個其實很多前輩說過 包括李卓圖先生 或者王愛玲 或者舒奇 他們都說過這件事 我自己就是給他們啟發 就算今天再看 我都仍然有這種感覺 就是 電影如果是一種文化 他微妙的地方 就是 他經過了時間 就是時間過了 過了一段 過了一段 奇妙的地方就是 他的不完美 變成了一種 他真真正正的性格 例如什麼呢 例如我 如果我以 Titerion 那個版本 因為那個應該也有 導演的監督底下 去做Remaster 我當那個版本 是一個他認可的版本 如果以那個版本 為最後 我經常看的 就是最近我經常看的 一個Cut 來說 除了他的顏色 我覺得過度去調了色之外 我覺得他太青了 我記得最初的時候 那種 有些偏青的綠色是淡一點的 現在我覺得他那個 那個調色 是有些 有些似乎 看得出是穀過來的 就是真的調控過的 他未必是一個還原來的 但是無論如何 他現在那種不完美是什麼呢 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如果大家都去談論 梁朝偉 最後那一段很長的演出 就是梳頭啊 擺啤牌啊 擺煙仔啊 到了 放置煙 下窗口 關燈 然後離開畫面也好 你會覺得很有趣 就是他一離開畫面 我每次回看 我就會發覺 他一離開畫面 我再下一次回看 我再開一張碟 就是重新有一個人物入場 他好像一個 loop著的 一個輪迴 而奇妙的地方就是 因為這部戲 已經隔了這麼久 你想有下集都不行了 那些人已經露了 那些人已經 距離這部戲拍攝的日子 那個歲月已經 消逝了很多了 加上張國榮也都 不單止補戲裡面 他自己也過了身 所以 他是一個 不可以再有延續性的事情 然後裡面 那些人繼續在尋找著 你會發覺 你會發覺 劉嘉玲的理想 是張國榮的話 他很想去菲律賓找他 他還沒找到的 張萬玉 他很想 他自己的 情商 醫好了 他想 call 劉德華 但是他找不到 劉德華不在 然後 在菲律賓的劉德華 他說準備 我們遲些都會回香港 但我們看不到他回去了 然後 想在這裡等他 理想中的人 張學友 他希望 對方會接受他的 他喜歡劉嘉玲 這個 叫Mimi 角色的人物 他也是在香港 跟劉嘉玲說 如果你去菲律賓 找不到玉 你回來找我 但是我們知道他 等不到 所以整套戲 最有趣的是 到最後 新的梁朝偉 這個角色 出場 究竟他的背景是什麼 他去哪裡 當然有人會說 他就是後來 2046 或者是 後來花樣年華的角色 但是這是後來的事 如果我們放回這套戲 他本身的頭和尾 其實這個角色 是沒有交代他是什麼人 所以他的出場 很快就離開畫面了 就是說 有人進入 有人離開 有人尋找 而總他離開 大家都沒有找到 就算 就算 在菲律賓的客棧 遇到劉德華 他告訴劉德華 他說他來菲律賓 是為了要找親人的 劉德華問他 那你找到沒有 他說算是 算找到 算找到 其實他也是找不到的 因為他其實也看不到他 他只是知道 原來是誰 所以這部戲 一個未完成的狀態 我覺得是一個很 很特殊的一個 一個情景 就是我們竟然有一部戲 他真的會 在一個這麼實驗 色彩這麼重的情況下 匯集了這麼多巨星的作品裡面 以香港一個這麼商業化的社會 而有一部這樣的電影 而這部電影環繞的其實就是記憶 所以他裡面 譬如我說為什麼會值得看呢 因為我 今次看 其實我今早再看一次的時候 我其實 我其實幾感慨就是 原來他 藝術這件事真的很有趣 很感慨就是 原來你今天看 他好像在說我們現在 譬如我回憶 其實我跟這一代的差距都幾大 因為年紀上面 但我回憶其實我對香港的記憶 或者我對我身邊事物的改變 其實過去幾十年裡面 其實我沒有什麼感覺的 因為我們大部分在這個年代裡面長大的人 其實我們是習慣了一些景物會消失的 我們習慣了那些東西是短暫的 它是會改變的 所以呢 我們 也都是因為這樣 所以可能 或者說我們香港人會很無實 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不覺得 不如我們想前面的事情 不要回頭想 我們經常都這樣說 因為你一想回頭 你可能會感傷 你可能覺得那些事物很值得懷念 為什麼沒有了 但是今天我們再看這部電影 我就覺得 一個經驗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他其實每次都跟你說 你會不會記得呢 他們最關心就是 有沒有人記得自己 而這部電影我剛才說 因為他要避開那個景物 他不可以真的拍到太多香港的景物 所以他約束了那個景觀 我們不是看到很多景物 而這部電影本身就是集中了 在感情上面 在感情上面 我們如何確認 我們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還是存在呢 無論那個是友情還是愛情 就是 在電影裡面好像這樣說 我記不記得那個人 所以這種記不記得呢 我覺得在阿菲正傳裡面 這麼強調 這麼成為一個他最主要要去討論的東西 甚至乎到最後 張國榮都要跟劉德華說 如果翌日你見回張萬勇的時候 你不要告訴他我記得他 但是其實 張國榮一直在說 不到死那天他不會知道自己最喜歡的是誰 而他到死那天他記得的是張萬勇 但是他想張萬勇不要記得他 而劉德華呢 他是很錯愕 原來這個playboy他記得張萬勇 而他自己反而和張萬勇相處過幾晚 而他自己最擔心的就是張萬勇不記得他 而我們稍後就會在另一場戲裡面知道張萬勇記得他 就是說他們每一個人在一種所謂的記憶裡面去糾纏 而這個記憶就是因為他會改變 他可能會消失 他們很擔心這件事會消失 然後這一種很擔心這件事消失 這種情緒 這種情懷 就籠罩著整部電影 所以我很記得有一個外國的影評人 我不記得是哪位 他曾經在一本書裡面說過 他說他從來沒看過一部電影 那些人的感情 好像阿飛正傳這部電影那樣 是濃烈到化不開的 你開多少水下去他都沖不淡的 那我自己覺得 無論在技術面 到他的內容 我都認為這部電影為何會成為經典 是因為他是一個很特殊的存在 他不是一部獨立製作 他是有真正想賺錢的投資公司去拍攝 但是他的偏峰或者 你可以說相當有銳氣的部分 我想以一個香港這麼商業化的城市來講 當然我們不可以跟西方一些很出色的 很artistic的電影導演大師去比較 我們未必會去到安東尼奧尼、費里尼 他們這些 怎麼說呢 那麼artistic或者這麼現代主義式的人物 未必是這樣 因為我們始終是一個很商業化的城市 但是我們能夠有一部這樣的電影 真的已經是很特殊了 還有我希望如果有興趣看的朋友 可以多點留意這部電影裡的 例如陸我那一部很繪貼的拍攝 很多有腳入鏡的構圖 我相信他都因為要利用多一點的前景和後景之間 有限的前景和後景的距離去製造一種空間感 又不可以看到太多東西 有很多這些構圖我都覺得很漂亮的 很多長鏡頭 長一點的鏡頭 人在景裏走位 那好像張萬勇問 張萬勇的角色 就是蘇利珍問 玉仔究竟你會不會跟我結婚 又或者可能當劉嘉玲的Mini 問這個玉仔是否好不行 不如我養你 那場戲 都是在同一間房間拍攝 但是我覺得他的機位 移動的方式 人物調度的方法 所有東西都是很澎湃 我覺得這個想像力 到今天看一些都不過時 我亦都相信這件事是因為他們 全心全意去製造一部與別不同的電影 又或者他們當時很希望做一部探索性高一點的東西 那 就造就了一部叫阿非正傳的電影 那 在這方面呢 我自己覺得 希望如果真的有朋友有興趣 不一定是要看這個五夜場版 都可以看 看 Tatarian的版本 那我 我相信 會有些得著的 尤其是裡面 廣東話的對白 那 我們今時今日應該 認真些去對待我們的語言 那 然後 可能你可以在阿非正傳的語言裡面 找回一些脈絡 可以看回我們 舊一點的電影 無論是金國良的戲或者金國良 其實他都是繼承了香港一些粵語片的 一些 譬如他們的 這些電影界的前人裡面 他們的 譬如 可能一些語言 處理的方式 人際關係的東西 都是在金國良那裡延續了下來 然後很明顯 王家衛也都有這個處理 他講貧窮 講人和人之間的交往和比較 都有關係 那 最後呢 我就想講一講 我的疑惑 那個疑惑就是 因為 剛剛做的那個五夜長版 我其實是 就正如我剛才這樣說 我其實 都很記得我看過三個 就是他上映的時候 我看過三次的阿非正傳 就是最初 事實上是這個 這個五夜長版 我是在第二次的時候看過的 那 我一直以來 都變成了在我的朋友圈 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 因為我當時太多朋友 不喜歡這部電影 他們根本就沒有看過 沒有再看過 那 我走去看 也都 坦白說 也不算話 我很懂得去欣賞 我只是覺得 這麼多人說 不要看 不如再看一次才行 好像也挺好看 那我就想再看一次 所以第二次的這個版本 對我來說 很深印象的原因 是因為 其實我跟別人說 第二次 有 有 有 劉德華在九龍城寨 拔把刀出來 其實我身邊 大部分朋友 都沒有看過 所以我很深印象 這個戲 在我腦裏 那個 次序的不同 而且裡面有些片 的確是 後來的版本 是看不到的 我舉多一個例子 就是 到最後 我今早檢查一檢查 其實中間也有很多不同 例如張國榮去見他的 菲律賓 應該是名門望族的 媽媽的時候 他說對方不見他 他也會不回頭 讓他見不到自己的樣子 不要給他這樣的好處 我見不到你的樣子 你也不要見到我的樣子 所以那個背部一路走路的鏡頭 離開的鏡頭 其實是頗長的 但是 所謂的招牌 現在的五夜長版 是減到很短的 那 我很肯定 最初不是這樣 而 這個五夜長版 裡面 另外一個關鍵的改動 我想就是 後面一個對話裡面 就是 張國榮中了槍 和劉德華的一個對話裡面 其實 他現在這個版本 就是五夜長版裡面 最後一個 張國榮 去講出自己 記得張萬玉 而他又知道了 原來劉德華是認識他的 這段對白 其實他是剪了 就是五夜長版 那個改動 就是把整個戲 交了給 張國榮 那 我相信他們拍攝的時候 就是張國榮講一段 劉德華講一段 但是我記得 無論現在Kiterion 和我第一次看的版本 其實這段戲 的焦點是在劉德華裡的 而 因為劉德華 其實 和 翼仔的對話裡面 他知道 他也很錯我 原來這個playboy 是記得他 記得蘇麗珍 那麼我們在他的表情 他的表演裡面 我們其實很確定 劉德華是很想念張萬玉的 所以很關鍵的不同 就是如果後面 是會剪回張萬玉 在南華會裡 打電話去電話廳 想找劉德華聊天的時候 其實如果我們把 好像第一個版本 或者現在Titerion的版本 他是把焦點放在劉德華裡 我們就會很清楚 張萬玉不是不記得他 是記得他 但是現在 因為放在張國榮裡 所以張萬玉打電話去電話 那個戲 就弱了 還有一個改動 我覺得是 譚家明出色的地方 而 五夜長版的改動 是將那樣東西 變得比較 符合邏輯的 就是當張萬玉 在劉德華和 張國榮 在菲律賓列車上 聊天的時候 然後他都會想 究竟那個女生 記不記得自己 幾個鏡頭之後 就回到南華會裡 那裡 張萬玉就在這裡收票 然後 人們就進去看球 第一個版本 我所記得 或者現在CC的版本 就是 張萬玉在這裡準備 收工的時候 其實就切入了兩個鏡頭 一個鏡頭就是 他們有一晚散步的時候 漫步的時候 一個 現在就變成一個 沒有人的電車路 一個沒有人的電車路 一個刺鏡 另外就是 他們在一個大鐘前面 張萬玉說 我以後都要 從這一分鐘開始 都要忘記這個人 他插入了這兩個鏡頭 我覺得這兩個鏡頭 是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 在剪接上面 想告訴我們 張萬玉 其實不單止 那一下 他記起劉德華 他坐在這裡 收票的時候 同時間 他也康復了 他也有一個療傷的過程 他真真正正復原了 所以下一場 他就打給劉德華 而他加這兩個鏡頭 他不是一個邏輯性的關係 他是一個情感上的東西 但是這個五夜場版本 他就不是的 他是 張萬玉在這裡收完票之後 他就剪回一些客人 來買票的情況 然後再有一個 就是 有幾個人 在球場上 踢球的樣子 當然見不到很多 都是遮得很厲害的 但是總之 你見到 有幾個人在踢球 然後有些講球的 overvoice 然後才剪回張萬玉 就關上買票的門 沒多久 很快就打電話 去劉德華的電話庭 即是說 之前那個 他要交代 跟之前那個 那個cut不同 就是五夜場版的這一幕 其實他是很logic的 意思是 他在南華會那裡收票 然後 補回那兩個鏡頭 換了那兩個鏡頭 其實就是說 這個環境裡面發生的事情 然後他就關門 打電話給劉德華 就沒有說他想起劉德華 以及他 情緒上 是不是有些事情改變了呢 而我覺得 最初那個cut 我猜是 彭家銘先生 或者王家衛他們的 idea 總之 之前那個 那個cut 或者現在的Tatarian 那個cut 是creative很多的 它不是根據一種邏輯去剪 它是一種情感來的 所以 我的疑問就是 現在這個五夜場版 我記得我看回所有 關於資料館的介紹 我其實都不是很明白 第一 他們怎樣推敲這個 一個五夜場版呢 那 據知好像是 供應 就是 提供 這個 影片給他們的 物主 就是 可能他是外國的影商 我一時間不太記得 但是 應該就是 在那裡收到的資料 就是 這個就是當時放五夜場的戲來的 那 我當然不敢說 我記得 這麼久之前 可能我根本記錯 不過 我看那個資料的時候 他們這麼確認 一個五夜場版的時候 我就很不明白 就是 現在這個 五夜場版裡面的 edit point 或者那些 片段的 擺位 我不是很相信 是 譚家明或者王家衛 approve的東西來的 而這個 在資料館的 介紹裡面 就彷彿 是他們最初的一個初衷 彷彿而已 因為他們沒有說得很明白 好像就是 因為上了這個版 而 套戲不是很受歡迎 所以 就換了 那我自己的直覺上 好像不是這樣 我很難相信 這個的edit 是 譚家明 approve的edit 或者是他們主創的人 approve的edit 因為 現在這段影片太有意圖了 就是我剛才這樣說 為什麼要加劉德華那段呢 我相信是因為 他想人家覺得 這套戲有 仇殺的地方 有刺激的東西 那 我覺得這個反而 像是 票房 不好 或者那個 評論 或者那個回響 比較差的時候 他想 他想剪輯 讓觀眾 接受一些的版本 那 可能他也真是一個 午夜場 因為我猜 他也有很多個 午夜場版本 但是我期望 資料館可以 講多一點 這個版本的資料 就是 會不會可以 問一下主創的人 會不會 可以 考證到這個版本的來歷 或者 當時 他們 有沒有剪輯過這個呢 或者 如果 就算是他們 承認的 為什麼有這樣的決定呢 我覺得 這個才是 我們重視自己的電影文化 或者電影歷史 一個必須要有的 態度 再者 就是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香港電影這麼揮煌 其中一件事 就是 他的確是會為了 我作為觀眾 我都會知道 看報道都知道 他的確是會為了 希望 譬如 午夜場之後 看觀眾的反應 然後去調整那部戲 他基本上 每一個決定 應該都是為了 觀眾會入場的 很Commercial 的 所有事情都 這個也是香港電影 偉大的地方 因為他其實真的為了觀眾 他很想討好多些觀眾 希望 有好的回報 所以很多戲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甚至乎 我也聽過 有時候 譬如那些版本 未必會經導演同意的 可能都是 片商 臨急臨亡 立刻去改 之如此類 希望正式上映 或者上映之後 去調節 票房會好些 我覺得 這個也是我們 很重要的歷史 來的 我想 今天 沒有什麼人 可能去到我這些年紀 就說看過午夜場 現在我們都沒有午夜場 所以 其實 我都很希望 這個部分 如果資料館 將來可以給更多資料 或者 可能當年 他特色的人 可以多說 關於 這部戲上映的情況 又或者 這個版本的一些疑問 我覺得 從歷史的角度 我很希望 有人提供更多資料 究竟 我昨晚的意思 我又忘了 我五號看的 這個資料館 的尋真記 這個五夜場版本 究竟 怎麼來的呢 我意思裏 那個創作的來龍去脈 希望 接下來 會有進一步的 資料的考證 或者是 講解 今天 這個是純粹好愛 那 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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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